巴东家里土崩搜救任务完成之后 如今让路给调查工作 警方至今已经向77人入供 调查进度达到九成 另一方面警方指出 他们在灾区就发现了20辆汽车 但是地势险峻 而且这些车是埋在黄土堆里 因此有心无力 目前没有打算将他们移除 雪兰俄州总警长拿渡阿祖乃迪 在万一出席志愿警察结录之后 在记者会上指出 巴东家里土崩事件的调查进度 已经完成85%到90%左右 被传照路供的人涵盖家属 收救队和警员 接下来还会继续传照其他人 也还在等待院方提供罹难者的 尸检报告 截至目前警方在灾区发现20辆汽车 他指出这些车子都被埋在黄土里 警方目前正在鉴定车主身份 但要移出这些车明显有难度 警方目前依然援引 行事法典第304-A的疏忽致死条文 第290的公共滋扰条文 以及1974年地方政府法令第107 没有执照在农耕地 经营露营地条文展开调查 这起土崩意外殃及92人 当中61人获救 31人不幸丧命 年纪最小的才1岁多 第1193-A的疏忽致死条文